疫情下全體公務員已經連續兩年冬申 政府正進行年度薪酬趨勢調查 決定18萬鐵飯碗公務員內年是否加薪 不過第五波疫情衝擊各行各業 不少打工仔失業或要放無薪假 調查數據預料都相當難看 華園會會長李葵燕形容 現在是特殊情況 私營公司業務受疫情嚴重扭曲 如果調查涵蓋更多受惠於疫情行業 例如醫藥或檢測公司等 追蹤指標或會呈證數 認為薪酬趨勢調查指標不具參考價值 建議公務員事務局終止今年的薪酬趨勢調查 避免引起爭議和分化 他又提到疫情期間公務員工作量大增 除了維持必要服務之外 更加有人要參與遺風強檢、接聽熱線、管理隔離設施等抗疫工作 扣減公務員薪酬並不公道 勞工界議員周小松認為公務員已經動身兩年 加上第五波疫情 公務員承受龐大壓力 希望公務員可以加薪以激勵士氣 相信如果政府帶頭加薪 對私人企業也有鼓舞作用 公務員事務局回應說 處理公務員薪酬調整工作時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會和職方代表會面 聽取他們的要求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會考慮和平衡所有因素才做決定 而因為疫情關係 初二報告站寫進度略受阻制 原定2023年第一季完成首階段調查的準備工作 現在可能要微調